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样米样百样人,所以严峻的疫情底下,人人的心态都不一样。 有人惊慌,有人愤怒,有人躺平,有人就蠢蠢欲动地问, 其实我们可以为抗疫做些什么呢? 退休纪律部队,可以报名投入抗疫的前线, 各个政党也筹早义工团队,尋常百姓留在家不要四处去已经是最大的帮忙。 但看到外面水深火热,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? 有位朋友说,最近搭多了很多的士,明明不是太远的路,他都特意坐的士去。 20-30元的车费,他就给司机100元,然后就说, 你们辛苦了,不用找,请你喝咖啡。 他说,最近大家都很苦,用少少钱令人开心,何乐而不为呢? 另一位退休的警察朋友困在家不敢四处去,于是心想, 反正我都要去街市买菜,反正最近人人都会在家煮饭。 于是灵机一触,做过送菜外卖,围着在鄰近的亲戚朋友买菜煮饭。 他说,有些朋友要上班,根本没时间买菜,有个老友就刚刚做完手术,不方便外出, 于是就为他准备好几天的用餐,菜肉都配搭好了。 朋友自己开车,做足防疫,将菜送到楼下交收。 看到一张张笑脸,晚上就再传来一幅幅风盛大餐的照片,快乐就是这么简单。 当日这个朋友在双熟的酒楼喝茶,知道酒楼明天就要停业了,于是立即自途腰包, 买了二千多元外卖,又鸡又鸭又鵝,然后开车送给朋友家送做晚餐。 他说,我退了休,每个月不用做都有人工,即是他的长逢。 对比其他人,失业、减薪、倒闭、积蓄、耗尽,想做都没工作,今日不知明日是。 我觉得,我好幸运,幸运的人负担得起,就多做一些,让大家可以苦中有乐。 还有一帮退休的入境处朋友,因为子女已经长大,无所牵挂,政府一号召, 他们就第一时间上逆战的战场。他们一早就出勤,凌晨才收工,坐的士来回,很明显,不是为了钱来做。 朋友说,退休还有机会可以服务社会,很光荣,也为儿孙做个好榜样。 没错,他们已经是爷爷麻麻辈了,本来可以在家弄孙围络,但为了上前线,宁愿牺牲与儿孙相聚的时间。 他们说,这一段时间都不敢见孙子,免得有事感染他们。 这些人,无论做的是大线还是小线,都是苦日子里的暖流,都是社会的正能量。 所以,当有人说,在疫情下不应该一美批评政府,应该多发挥正能量的时候, 我想说,这些人间友情,这些抗疫的无名英雄,这些一人做多一步的故事,才是真正的正能量。 掩饰问题,毁质技衣,甚至歌颂败正的,不是叫正能量,叫门骗,叫捧杀。 看着你走向懸崖,还在拍手掌,这种人到底是爱你还是害你呢?自己想想。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,请你按like和share给身边的朋友。 想收到我们最新的影片,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,和按下个铃铃呀!多谢大家! 谢谢大家!